为了拓展学生的国际事业 台北事业所国中最近规划国际教育旅行 要带学生到日本北海道交流 活动总共有6天 在7月中旬出发 费用是6万2千块钱 引发热议 有民众发文直呼 这年头口袋要深才能够当家长 不过有旅行社业者就分析了 以暑假到北海道的6天团费来看 市场行情价是落在 大概是4万6千块钱到6万2千元不等 还得是机票还有住的饭店 内容包装而定 所以这个价格还算是合理 台湾学生来台交流学习 体验台湾教育文化 而国内学校也会带学生 到国外校园拓展视野 近来台北市有一间国中 规划国际教育旅行 7月中旬要到日本北海道6天 但费用预估6万2千元 虽然机票吃得住的通通包在内 但这价格不禁让律师林志群发文直呼 这年头口袋要深一点才能当家长 三万就觉得差不多了吧 一个国中生 大学自己赚些钱 想要去贵一点可以 对学生来讲是有点贵 也要看每家的父母不一样 应该也是还可以吧 平均一天抓一万块 像我们去日本玩 大概一天也是抓差不多 天文一曝光 有网友惊呼 还不如请6天家自己带小孩去 但也有人认为 能就读台北市的国中 这价位不用担心吧 也有家长觉得短期体验还算负担得起 甚至有人点出这种都会满团 有时还要抽签 再看看报名条件 学生不能有陈储记录 成绩也有要求 还得录影片用英文自我介绍 若出审之后超出名额得抽签决定 但6万2千元到底贵不贵 有旅行社业者透露 以暑假到北海道的6天团费来看 目前市场行情落在4万6千元到6万2千元不等 其中来回机票落在2万多元 若是安排住进温泉跟市区饭店 也要将近2万左右 6万2全包市的话 包小费包接送 还算是一个合理的价钱 因为看不到内容 你的餐标是多少 你搭什么航空 饭店住的怎么样 你们被招待 都是决定这一团的费用的 借着交流目的 让国中生出国拓展国际视野 但6万2千元的价格 也在网路上掀起热议 这里是王秋名台北采访报道 程度 静